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李云霄的面色始终没变 他看得出来 寿威根本支撑不住了 这样下去唯有暴体而亡 他眉心当中火云渐渐浮现 一闪而过 正全力运转元气往下压的灰袍男子突然间发出一声惨叫 整个人迅速的变黑了一大块 双掌之上的力量一下子就被瓦解 寿威的铁掌轰然爆发起来 原本被压缩的极致的空气一下子爆开来 将它瞬间震飞掉了 众人只看到灰袍男子的身子突然间就黑了起来 紧接着空中挥洒下点点鲜血 人就被震回了小院之中连连惨叫 受威 一下得救了 大喜过望 但内心却是十分古怪 不明白对方怎么会突然发狂 难道是功法反噬 只见那灰袍男子在小院当中翻滚不停 身上焦黑之处越来越多 似乎被灼烧干了 痛苦不堪 这个时候 屋内再次飞出了三个人 其中一名男子将灰袍男子扶了起来 给他喂下了一枚丹药之后 惊道 好强的火系元素之力 他取出一块寒气逼人的冰破 塞入灰袍男子的手中 让几人感到一阵寒意的是 那冰破一入手 转眼之间就化作一滩滚水冒着热气 这可是产自东海海底万载寒冰的冰破呀 其中一人震撼异常 眼中满是难以相信 灰袍男子在冰破入手之后 虽然转瞬即化 但整个人的伤势也渐渐稳定了下来 就是大半身体都直接被碳化掉了 这个时候 那丹药也开始渐渐起了作用 痛苦之色 渐渐 其中一名男子转过身来 冰冷地盯着寿卫的双手 开口道 好毒辣的武器 当真是深藏不露啊 寿卫愣了一下 已经明白此人是误会了 他也十分奇怪 到底是什么人出手救了他 竟然如此无声无息 似乎都没有人察觉 但他自然不会道破 只是冷横道 咎由自取 那男子脸色微变 却似乎心有忌惮 既然如此 那我很想再领教一下阁下的高招 他一步跨出 就来到寿卫的身前 另外两名男子也是随身而动 三人呈三才之士将寿卫团团围住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全都在寿卫之上 只不过心有忌惮 不敢贸然动手 受威 心中意紧 顿时冷寒淋漓 按想 若是先前那名高人不出手的话 这下就真的完蛋了 他脸上还是怒容满面 喝道 你们莫非想要联手 李云霄暗呼麻烦 这群人看样子不死几个是不会停手的 刚才那只是凝聚出凤凰真火的虚影 轻轻烧了一下 若是凝出石火来 以那灰袍男子七星五宗的力量 瞬间就要化作灰烬 根本不可能有活命的可能 他思量着 现在该如何是好 若是自己出手的话就太显眼了 目光立刻落在了土肥园和冷面妇人的身上 这两个人一直是冷眼旁观 倒也淡定 就连受威完全顶不住了 也不见出手 实在是太过于冷漠 他的眼神当中微微含笑 立即有了想法 我很想见识见识 你那隐藏的火系元素 到底是怎么一种存在 那名男子沉深说道 若是你的实力可以得到我认可的话 可以不追究先前的罪 说不定可以赐予你加入我们的机会 他话音一落 右手翻转过来 一条如同龙形般的黄沙滚滚而起 在身体的四周环绕 范围越来越大 漫天黄沙迷眼 他的身体竟然也变得有些恍惚起来 此人竟然也掌握有元素之力 而且修为一直极力压制 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想暴露出来 那黄沙渐渐的扩散凝聚 在空中汇聚成十几条土色的小蛇 朝着寿威吐着杏子 十分具有灵性 李云霄也露出了诧异之色 想不到这人竟然还有这等手段 那十几条土色小蛇 每一条竟然都有九星五宗的实力 对寿威形成了完全压制 寿威一下子就没有了血色 原本还想拼死一搏的 现在人家随便幻化的小蛇 都绝对压制了自己 根本就是以卵击石 毫无胜算 远远观望着的其余舞者 也全都是露出了震惊和凝重之色 这名男子的实力显然超乎他们的预料 光从这一手上看来 就至少是武皇级别的存在 寿威再如何强大 也不可能跨越一大境界挑战 不用担心 把你的元素之力施展出来吧 只要能入我的法眼 你便不会有事 否则的话 那名男子的话骤然停下 显然是不能入他法眼的话 人就完蛋了 他高高举起手来 五指往前抓下 小蛇在这一刻突然崩得笔直 眼中暴射出凶亡 去 男子口中倾吐 五指随之点下 搜搜搜搜 十多条土沙蛇 纷纷地飞射而下 每一条都相当于有九星武东之力 寿威的眼中充满了绝望 苦涩不已 想不到刚刚突破多年的桎固 就要惨死在这儿了 突然间 李云霄双瞳微宁 口中倾吐道 移行换位 一股强大的精神力 从他的双眸当中射出 空间随之扭转 眼前的土飞员和冷面工装妇女 突然间就卷入了那扭曲空间之内 下一刻直接出现在受威的身前 这 土飞员和冷面工装妇女 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空中的搏斗 突然间就感受到强大的精神力波动 还没有反应过来 只觉得一阵眩晕 就立即看到十多条土沙蛇 凌空席下 每一条都有九阶五尊的实力 两个人同时吓得魂飞魄散 也不管得怎么回事了 纷纷将元气爆开 两股强大的力量从体内散发出来 在受威的身前一左一右同时出手 这一下不仅他们两个莫名其妙 所有人都是瞪大的眼珠子 竟然没有一个人看清楚他们是如何过来的 出手的男子瞳孔骤然一缩露出震惊之色 失声叫道 疑心换位 另外两名同伴也是大吃一惊 急忙做好出手的准备 完全警惕起来 土肥员手中浮现出几个玻璃弹子式的小球 夹在指缝间 发出丝丝的雷电之力 双拳挥舞着轰出 一拳快似一拳 一个个闪电球被他打了出去 每个闪电球之间 还有雷电之力相互连接起来 很快就出现了一张强大的电网 往那些土砂蛇上洒去 砰砰砰砰 那些碰在电网上的土砂蛇 一个个随即爆裂开来 炸成了漫天黄沙 电网之力也逐渐削弱 这边冷面宫庄妇人 在惊慌之后立即就冷静了下来 取出一把精巧的碧绿折扇 轻轻的张开 立即涌出青绿色的气息来 他口中轻贺一声 那折扇立即解封开来 化作一把近两米长的大扇子 双手抓起来拼命地扇了出去 一股无形的进风 从那巨扇之中席卷而来 那些土砂蛇一碰之下 也如同爆炸一样纷纷炸开 宫庄妇人冷哼了一声 在五栋长扇山了下去 立即将漫天的沙力也吹得一干二净 在满场接惊之下 两人静静地立在寿威的左右 就如同他的护卫一般 寿威愣了一下 随后大喜抱拳说道 原来两位竟然是深藏不落 多谢多谢救命之恩 还有先钱拿一下 谢谢谢谢 土飞员和冷面宫庄妇人 微微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中的苦涩和无奈 还有一丝惊惧和忌惮 两个人的目光 偷偷地往身后瞥了过去 那里正是李云霄 和山羊胡须猥琐男站立的地方 两人可以肯定 定然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 将自己两人直接顺移了上来 这种移行换位之法 只有那些高不可攀的 大数炼师才能够做到 他们惊疑不定的目光 更多的是落在了 山羊胡须猥琐男的身上 因为他的嫌疑更大 而山羊胡须猥琐男 则是一脸惊恐地在那自语道 怎么回事 他们不是封印了力量了吗 难怪敢跟我们叫板 你们是什么人 来北斗宗做什么 那施展出土系武技的男子 阴沉着脸喝道 这两人能够轻易破取他的武技 显然至少也是武皇修为 这个时候了 土肥猿也没有办法 只能挺身而出 冷横道 既然来北斗宗 自然是观看宗门大笔的 难道你们不是啊 那男子愣了一下 随即冷笑道 我们当然是 只不过你们是不是 就很值得怀疑了 冷面工庄妇女 也是寒声说道 废话这么多做什么 带着你的人滚蛋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那男子脸色难看起来 以他们目前的力量 已经占不到什么便宜了 而且自己的人 暂时有事离开了 再纠缠下去的话 怕是要吃大亏 顿时哼倒 好 这里暂时让给你们 就看你们 有没有本事住得稳了 他显然是几个人的领袖 一挥手之下 另外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便落入小院当中 扶起那位被叹化了的同伴 在众目睽睽之下 灰溜溜的走了 整个连排的院子十分宽大 都看到四人 落入了远处一座巨大的宅院内 寿威的眼中 露出忧虑之色 虽然汇聚在这里的都是散修 但也是区别对待的 刚才那几人落下的地方 正是此地最大的一座院落 甚至曾经有五尊级别的散修住过 不过现在 也管不了这许多了 他急忙上前对着土肥员 和冷面工庄妇人 深深鞠躬下来 拜谢道 多谢 多谢两位出手的大恩 多谢